宝贝,你对洗澡是什么感觉呢? 小山药非常不喜欢洗澡 每次姥姥叫小山药洗澡,它都跑 这不,一听到洗澡水放好啦 小山药就撒腿逃跑啦 该洗澡了小山药 卷儿文图 写给所有不爱吃蔬菜的孩子们 希望你们看完这本书 可以把书里的蔬菜都吃一遍 卷儿 宝贝,你能做到吗? 从前有个脏兮兮的小山药 很少有人见过它干净的样子 它最讨厌洗澡啦 因为一洗澡,浑身就黏乎乎,湿漉漉的 而且还很痒 每当老老喊小山药洗澡 它就会 小山药,快来呀 那洗澡水放好咯 宝贝快看,现在小山药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呢 它会不会洗澡呢 逃跑 我们看到小山药 居然开门逃走了 老老很无奈地说了一句 又要跑 那宝贝我们一起来追回小山药吧 脏兮兮的小山药 慌慌张张地往前跑 它正跑向一栋 红色的方子 旁边种满了椰子树 嘿哟,嘿哟,嘿哟,嘿哟 小山药跑得很快 姥姥追不上 只好请两个小萝卜来帮忙 拜托 帮我把小山药追回来吧 小萝卜临危受命 好的,姥姥 红色房子的主人是 西红柿大婶 小山药溜进来的时候 它正忙着给孩子们做饭呢 嗯 小山药藏起来咯 小萝卜追过来了 山药,山药,你藏哪儿啦 宝贝,你能找出山药藏哪里了吗 小山药藏在了桌子底下 宝贝,你找到了吗 有一个小萝卜发现了小山药 大喊道 它在那儿 被发现的小山药吓了一大跳 宝贝,糟糕 糟糕,小山药闯货啦 它把桌子不小心打翻啦 小番茄们也吓了一大跳 小山药发现自己犯了错 大喊一声,大喊一声 哎呀,对不起呀 就从后门跑走了 脏兮兮的小山药 潘 Into役� writings 井уб 我的小蜂蜇 调下山药 你哪里跑 这小萝卜也准备跳 但它看起来稍微有点害怕 哆哆嗦嗦的大喊一声 山药 西红柿大声 因为小山药打翻了它家的桌子 也追了出来 生气的大喊 山药 紫色房子的主人是大茄子哥哥 小山药溜进来的时候 它正在洗热水澡 后面的萝卜和西红柿大声 也都追了上来 小萝卜喊道 山药山药 你藏哪儿了 立着小萝卜去哪儿了 是还没有过河吗 宝贝 你能找出山药藏哪里了吗 小山药藏在了 茄子哥哥的衣服里 宝贝 你找到了吗 茄子哥哥洗完澡出来 准备穿衣服 这时候 它发现了小山药 被发现的小山药 吓了一大跳 糟糕 糟糕 闯祸了 一只小萝卜大喊 它在那儿呢 小山药 也把茄子哥哥的衣服弄破了 也感到很抱歉 喊道 啊 对不起 又继续逃跑了 脑细细的小山药 晃晃晃晃晃的向前窜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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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正窜向一栋 浅棕色的房子 嗯 这是谁的房子呢 一只小萝卜大喊 一只小萝卜大喊 你哪里跑 另一只小萝卜正哼着歌 西红柿大婶和茄子哥哥都追出来啦 大喊着 山药 它们能抓到小山药吗 浅棕色房子的主人 是土豆教练 正在锻炼的它 一点也没注意到 流进来的小山药 山药 山药 你又藏哪儿啦 小萝卜刚进门 就大喊起来 小山药这一次藏在哪里了呢 小山药藏在了花盆里 宝贝 你找到了吗 被发现的小山药又吓了一大跳 砰咚 糟糕 又闯祸啦 小山药把花盆给打翻了 一只小萝卜发现了小山药 它大喊 它在那儿呢 打翻花盆的小山药 匆匆忙忙的往外跑 一边跑 一边道歉 哎呀 对不起 脏兮兮的小山药 哆哆嗦嗦的往外跑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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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正爬向一栋 绿色的房子 后面追小山药的队伍 越来越庞大了 土豆教练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你往哪里跑 山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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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能抓到小山药吗 绿色房子的主人是西兰花小姐 小山药溜进去的时候 它正在专心的卸妆 什么都没发现 等它发现时 一切都晚了 他们第一次见到卸妆的西兰花小姐 大吃一惊 啊 糟糕 这下可闯大祸了 脏兮兮的小山药 跑了一大圈 好累呀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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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跑下山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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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这 又是谁的家 千万 别说 我在这儿 跳到了枣盆子里 嗯 这是谁家呀 小萝卜 西兰花小姐 土豆教练 茄子哥哥 还有西红柿大神 都追了过来 山药山药 它去哪儿啦 看着脚印 快看着 大家顺着脚印 追到了这里 有没有看见 脏兮兮的小山药呢 人家可干净着呢 嗯 脏兮兮的小山药 不见了 只有干净的小山药 西红柿妈妈说 可这不是小山药家吗 小萝卜说 再去别处找找看 噓 宝贝 你知道这是谁吗 这时候 山药姥姥走了进来 呦 自己洗澡吗 小山药 小山药一边搓着自己的头 一边说 好痒呀 好痒呀 今天的故事 讲完啦 逃跑的小山药 闯了一路的祸 打翻了土豆教练的土壤床 撑坏了茄子哥哥的衣服 同时 一起寻找小山药的蔬菜们 也发现了西兰小姐的秘密哦 读完这个故事 宝贝 你可以把书里的蔬菜 都吃一遍吗 每天 我会给你们带来 精心挑选的故事 不想错过 更多有趣故事 可以订阅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